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响应工艺活动 接受了冰桶零水的挑战 另外对于机器人的开发老年化时代来临 郭台铭是认为居家照顾的服务 将会是未来集团发展的重点之一 3 2 1 请倒水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全身都淋湿了 特别到现场为他加油的妻子陈欣营马上递上毛巾 由于现场人潮众多包括员工剑动人协会 把鸿海土城总部大厅挤爆 我们希望将来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对我们这个剑动人 能够提供一些服务 郭台铭话风一转 提到集团机器人能够做到医疗照护 同时设备希望可以在台湾生产降低成本 任何东西只要碰到医疗都会贵 像刚刚你可以看到那些轮椅那些东西 其实我们来做一定会做得比较便宜 会做得更好 郭台铭强调老年化时代来临 2040年中国大陆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达到四成以上 医疗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其中医疗自动化发展过程当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销售 未来还需要和许多医院合作 鸿海一定不会缺席 林志远 程维佑 台北报导